阿磊女32歲 我很不喜歡男友的一個女生朋友 她們是大學同學 我不是吃醋她們的好感情 而不喜歡那個女生 而是那個女生的價值觀 平性我無法認同 前陣子中秋節男友說 要跟大學同學去吃燒肉 順道問我要不要去 我一聽有那個女生就說不去 而男友在知道 我中秋節很想烤肉的情況下 到底是有多熱愛烤肉差低 還是捨棄我要去跟大學同學聚會 我很不高興 覺得自己被丟下被人弱 男友說在她去吃燒烤的時候 我就自己先去晃晃 等她結束再碰頭 我回了一句 我覺得我這樣很可憐 後男友就爆炸了 她覺得我在找茬 然後我就坦白的說了 我一直以來很不喜歡那個女生 所以當我知道男友不是選我 而是去跟我不喜歡的人過節日 覺得很憤怒 想問老師的事 是不是不該這麼明白的 跟男友說我不喜歡她的朋友 以及要怎麼修補感情呢 因為我們冷戰到現在 男友覺得我很不大氣 然後為了一件這麼小的事情 跟她吵成這樣 謝謝老師的解惑 品性跟價值觀 我這樣講齁 通常如果我們很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不喜歡她身上的東西 我們自己身上也會 對 這個東西 你可以如果有聽過榮格的話 榮格會講陰影 這東西就是陰影 我越不喜歡一個人怎麼樣 其實就是我身上也有 但是有些人會說沒有啊 我很不喜歡她這樣 可是我都不會這樣 好那表示就是兩個狀況 第一個你身上也有你沒發現 第二個是你不允許自己這麼做 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有個前女友 然後呢 有一段時間我非常地生她的氣 每天看到她就火大 那我火大了大概兩三個禮拜 我那真的脾氣很吵 我開車在路上都會罵路人 對 我不知道我在生氣什麼 然後活大兩三個禮拜以後 有一天 我就看了她我就突然說 我知道我在不爽什麼 她說你在不爽什麼 我說我在不爽你 為什麼這個德性 還可以活得那麼好 好兇哦 對我說我在不爽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就是自私 我是說自我啦 那時候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自我 然後還有朋友 對 然後我發現這件事以後 我就不生氣了 對 因為我就發現 其實我也想要這樣 但是我不敢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活得很自我 我就沒朋友了 或者大家就會不喜歡我 這個人在做你覺得不該做的事情 但卻得到了還不錯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就會憤怒 然後像譬如說 我以前很討厭小氣的人 我最近發現 哦 因為我真的很小氣 哈哈 沒有 原來我是個小氣的人 現在就認知到 所以與其說 你不喜歡她的價值觀跟品氣 你不如去思考說 這些東西你身上有沒有 或許你不能接受的是 自己身上有這些東西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發現自己 所以我們只能把它映射到別人身上 對 因為生自己的氣很困難 但是生別人的氣很簡單 它是一個轉移的作用 對 那 只要你能夠去發現說 你不喜歡對方什麼 然後下一步是 你允許自己可以這麼做 所謂的允許 並不是你一輩子就要變成這樣了 對 譬如說 有些我們很多女學生 他們會很討厭 一些女生就是 好像都跟男生在那邊嘻嘻哈哈 搔手弄吃啊 然後講話嗲聲嗲氣啊 然後都會跟男生 你知道就算不喜歡的男生 男生也是跟他出去吃飯 他們覺得說這樣子 不OK 對 到處放線 不OK 所以他們會很生氣 可是他們生氣的是什麼 他們生氣的是 我是一個好女孩 我都沒有做這些事 為什麼男生不喜歡我 男生就喜歡這些婊子 你要去允許自己可以這麼做 所謂允許並不是說 你要完全跟他們一樣 而是知道說 如果我願意 我也可以這麼做 我也可以去跟男生玩 我可以去跟我 沒有喜歡的男生出去 我允許自己去做這件事 這時候你的憤怒就會消失 所以這個阿雷朋友 我覺得 與其你去想要怎麼去 是不是不應該直接講 我倒不覺得 是不是直接講的問題 有不爽就講 我覺得交往是這樣 有問題就吵架 如果吵架解決不了 就吵更大 不管你吵得多大 無所謂 最後找出解決方法就好了 很多人會以為說 要交往不要吵架 吵架破壞關係 其實真正破壞關係的事情 是不爽不講 對 不止不爽不講 跟找不到解決方案 很多人吵架 為什麼關係變差 因為找不到解決方案 吵完了以後 好好好 就一個 一方妥協說 好啦 對不起 然後現在這還是一樣 以前有夠人 對啊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你就吵啊 盡量吵沒關係 吵 重點是吵完以後 你們有沒有想好 怎麼辦 有想好 大家以後就不會不爽了 也不用大家在那邊 累積不爽 最後就分手 好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 推薦一下這本書 為何戀情總是不順利 那如果你覺得 剛才的影片內容裡面 可能有讓你有些啟發 或者是有些幫助到你的地方 那 歡迎你把這本書 或者這支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 你覺得也有需要的親朋好友 對 讓他們也能夠趕快從這個 戀情不順利的泥道裡面 逃脫 對 那 呃 這樣可以嗎 好 行銷說我這樣可以了 那 再還是跟大家宣傳一下 為何戀情總是不順利 大家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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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